C元哪是语法 需要我们去学习 我们肯定是先从最基本的语法开始学习 先来了解最基本的简单点 关键字比较适合 人家的注视 讲完这个 差不多下去了 这个非常简单 过一遍了 OK 首先说一下 什么是关键字 什么是C元的关键字呢 关键字就是C元提供的有特殊含义的符号 也有意思 这些符号是C鲁字呆的 是有一些特殊含义的 当然有些地方也叫什么保隆字 为什么有些地方叫关键字 有些地方保隆字呢 因为我们的C元的关键字 是不是都是从老外翻译过来的 一翻译就出了多个版本的 有人叫保隆字 有人叫什么关键字 对不对 其实我们叫关键字 OK 那C元一共提供多少个符号多少关键字 32个关键字 这些关键字都是有特殊含义的 像这些就是关键字 对不对 这些关键字 这些关键字我这么多怎么办 注意 别忘记啊 关键字不要忘记 这些东西你不用说当天就把它背下来 被胆子也一个一个背下来 那你都摸出来 我们会这样吧 没有意义 是没有意义啊 没有梦啊 你只需要知道 C元有关键字就行吧 这些关键字以后呢 我们一个一个用到时再讲 用到时再讲 你不用去百度啊 我去查 好吧 OK 怎么样 搞定中 那现在打开我们的一个场曲 比如说打开我们这个第三个 哎呀 打开 嗯 打开了 你看现在是不是我们的代码 我们代码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符号啊 那这些符号里面有一些甚至C元提供的关键字 对不对 那哪些是关键字呢 对你说 关键字怎么区分呢 看颜色 看高亮点颜色 这个关键字在我们插块里面啊 都是显示这种红色 听懂吗 凡是这种红色都是关键字啊 都是这种红色 所以我们就问堂数里面哪些是关键字啊 IMT RTURN就这两个人的 那这个是关键字吗 不是 为什么颜色不对 颜色不对啊 那除了这个胖胖点 我还真 我怎么知道还有哪些关键字啊 关键字全部都是小写的 全部都是小写的 有一旦你发现有东西大写的 说明什么 它不是关键字 OK 那有些人可能问 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关键字 有什么用啊 你暂时不用去了解什么用 你先给我记住 这是关键字 很多东西啊 你暂时啊 一学完你是不了解它过程的 到后面才有这样做什么 像这种东西 你先给人记住 这个叫关键字 先掌握这个概念 至于它用的是什么呢 全部你就知道了 是不是啊 就没有关键的 所以这个关键字 所以现在只要请你掌握 能区别关键字 所以曼函数里面 是int 跟Newton是关键字啊 而且关键字 全部都知道 并且在开发工程中 会显示一些颜色 比如说在我们插合中 显示红褐色 或者紫褐色 这个颜色 是怎么都不清楚啊 这是什么颜色 是不是原来褐色 红褐色是吧 红过来的紫褐色 不清楚啊 总之显示特殊变色 是不是啊 这是关键字 好了 这是关键字 非常简单